这是一块神奇的饼干 吃了后就能变成全校第一名 此时的学霸正在厕所努力 他不是在上厕所 而是在学习 据他说厕所的自己性气味 能让他的精神兴奋和专注 学习事半功倍 大家呢可以爱他一下最好的朋友 试试这个方法 在厕所学习这一幕 正巧被大聪明看到 大聪明掏出一块饼干 告诉学霸 这饼干吃了后 学习效率能提高100倍 学霸根本不信 你当我傻妈 但一听呢 对学习有帮助 自己也有一点饿了 于是就吃了一口 看着学霸把饼干咽了下去 得逞的大聪明 转身就瞬间变脸 大聪明走后 生起饼干就起了作用 学霸就像开了外挂 原本不会做的难题 现在一秒就想出解题思路 嘿 我好像变得更聪明了 不知不觉 一块饼干就要吃完 好家伙 原本一周才能洗完的吸体 采用了三个小时 全部写完 而且正确率呢 200% 甚至天都亮了 还毫无睡意 尝到甜头的学霸 对饼干越来越依赖 为了更好的成绩 他想大聪明 要有更多的饼干 没想到啊 郑重大聪明的下怀 贴心地给学霸 塞了满满一书包饼干 还提醒他 一次性都吃完 学习成绩提高得更快 信以为真的学霸 吃下了很多饼干 然而却悲剧了 他在高兴的亢奋状态 心脏骤停而死 学霸的死 让尖子班控住一个名额 大聪明终于达成所愿 成功进入了尖子班 原来尖子班只有十个名额 大聪明呢 一直稳居第十一名 就是残一名 一直被尖子班拒之门外 面对父母的压力 大聪明才挺而走险 这次学霸领盒犯 他终于能进尖子班了 可进了尖子班 大聪明还是不满足 前面还有九名同学 自己要怎么超越他们 成为选招第一呢 那我就也吃饼干吧 这一饼干 能让学生成为全校第一 大聪明吃下一块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眼前灯光闪烁 双眸变成五彩斑斓的黑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教室里 前九名同学 正在专心的学习 大聪明拿着尺子 紧紧握在手里 走到同学背后 狠狠地刺了下去 尺子犹如一把尖刀 一下将同学刺穿 他没有停手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直到第九个 将同学全部铲除 将第一名推下椅子 终于坐在了 全校第一名的位置上 大聪明满意地放声大笑 他终于成了父母的骄傲 然而这究竟是 一块什么样的饼干 能让人如此疯狂呢 还得从学霸出事的时候说起 这天 学霸正在刷题 突然间 他情绪崩溃 猛的和尚出 在同学的提醒下 又恢复了正常 打开书包 里面买满一书包的饼干 抓了几块放进口袋 随后收拾东西 走了出去 同学阿美 正巧路过厕所 看见女同学 慌乱地推开门 吓得瘫住在地上 接着拔腿就跑 阿美一直到不对 赶紧走进厕所 一开门 就看到惊悚的一幕 雪霸瞪大眼睛 笑容诡异 突然 浑身抽搐起来 没几下就断了气 这可吓坏了阿美 赶快擦干净 雪霸嘴上的饼干渣 将散落一地的饼干 收拾干净 塞进了自己口袋 雪霸的死 警察来调查 警察问阿美 是否知道饼干的具象 阿美谎称 被自己吃掉了 又一再向警察确认 雪霸是不是真的死了 得到肯定的回答 阿美顿时慌了神 赶紧回家找饼干 没想到饼干少了一块 赶快打电话问姐姐 姐姐说没有吃饼干 一块普通的饼干 阿美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不知情的姐姐 刚刚把饼干给了组长 正想去药味饼干 就看见组长 一边吃吃饼干 一边走过来 都塞紧嘴里了 姐姐也不能说啥 可姐姐一转身 组长就出事了 千万别吃这种饼干 组长只吃了一块 眼前的一百多个女工 瞬间全成了 穿着清凉的美女 组长被吓得 顿时瘫醉在地上 他们搔手弄姿地走向她 组长有钢铁意志 绝对不进女色 下一秒 她就开始左拥右抱 立马勒开了花 正当组长陶醉 美女又变成女工 一个个都很懵逼 看着心为异常的组长 而组长呢 竟然兴奋地尿了裤子 女工们一脸嫌弃 组长感觉身体被掏空 直接晕露过去 这时阿美正好赶了过来 姐姐问 组长的怪异行为 是不是和饼干有关 阿美谎称 饼干是男朋友送的 所以才十分在意 姐姐相亲了阿美 回到学校 阿美突然靠在南东穴旁边 露出甜蜜的表情 拍了一张合照 又立马换了一张冷漠脸 将照片发给姐姐 出手过去的 掏出十万韩元 故男生当起的男朋友 就连老师 也被阿美收买 同学说 就想和她一个寝室 因为阿美每天戴着口罩 看着像个异类 阿美立马掏出一万 不够那就两万 她给姐姐买衣服 标签都不看 又随手给了姐姐五百万 明明是贫困上的阿美 怎么会这么有钱 晚上 组长突然闯进阿美家里 逼姐姐敲出饼干 她要再享受那种感觉 可姐姐 根本不知道饼干在哪里 组长把屋里翻了个底下朝天 什么也没有找到 姐姐刚想报警 就被组长发现 把姐姐推到墙上 一把抢过电话 不通阿美的电话 阿美呢 听见姐姐有危险 立刻往家跑 就在组长要对姐姐 强行开车之际 阿美回来了 组长掐住阿美的脖子 抢了饼干就跑 警察正好赶了过来 可组长呢 已经失去理智 警察追他 组长把饼干往嘴里送 警察一把堆倒了他 饼干掉在地上 组长刚想伸手锏 被警察按住肩膀 又伸出舌头巨腾 这饼干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能让人丧尽病狂 逃过一劫的阿美 看着脸上的伤疤 伤疤竟然慢慢掺出血来 一段苦痛的回忆 浮现在脑海 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变态 总对姐妹俩家暴 在此政治中 父亲竟然用镜子 划泼他的脸 阿美硬似慧容 只能每天戴着口罩 阿美把饼干塞进嘴里 随后黑色的瞳孔 变得五彩斑斓 他莫名地笑了起来 脸上的伤疤也不见了 下一秒就晕了过去 另一边 血霸的事件报告也出来了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可刚刚进入尖子般的大周敏 为了超过其他九名尖子生 他直接吃了一块饼干 下一秒 他就拿起大尺子 把九名同学一个接一个的全部放倒 这一下自己终于是全球第一了 回过神来 还好只是自己的幻想 他来到走廊 掏出一块饼干 一抬眼睛 血霸正式盯着他 大聪明当场被吓哭 求求你了 不要再跟着我 大聪明呢 无法忍受精神折磨 决定找警察自首 是我用饼干害死了血霸 警察看见一块饼干 瞬间懵逼 可大聪明接下来的举动 让警察懵上家懵 大聪明竟然对着空气怒吼 大聪明告诉警察 吃了饼干的话 成绩就会提高 但一天只能吃一块 否则就会像血霸那样 警察问大聪明 饼干从何而来 大聪明却不肯说 这时 警察接了个电话 路过的阿美 立马把大聪明拉到角落 强行塞了一块饼干 在他嘴里 吃下饼干的大聪明 瞬间目光呆滞 阿美趁机给他洗脑 血霸的死与你无关 快去找警察解释清楚 大聪明啊 还挺听话的 跑下楼找警察 向警察解释 自己刚才全是骗人的 他和血霸是最好的闺蜜 自己并没有杀人 随后 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 他挥着双臂 好像父母就站在眼前 激动地说 自己终于没有辜负 他们的希望 靠近了尖子班 打料下一秒 就晕倒在地上 昏了过去 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就和血霸死的时候 一模一样 奇怪的表情 让警察立刻意识到不对 他想起那块饼干 可饼干却不见了 原来是刚才班上的富二代 悄悄拦住了警察 偷走了饼干 此时 富二代把阿美约到仓库 予以挑拨 阿美就是卖饼干的人 难怪贫贵真阿美 突然变得那么有钱 丢一块饼干 就紧张地暴跳如雷 阿美悄悄地倒出美工刀 准备杀人灭口 问他到底是谁 富二代却笑出了声 让阿美自己去问阿姨 阿姨是阿美的上家 阿姨告诉阿美 富二代是选地的新人 阿美告诉阿姨 饼干吃死了人 可阿姨呢 让阿美不要担心 警察根本检测不出任何问题 晕倒的大聪明 因为及时就医 并无大碍 医生也没检查出来 任何异常 警察想向大聪明 确认案情 没想到 大聪明反咬一口 就是警察诬陷自己 杀了学霸 害自己天天心神不宁 都不能专心学习 随后一脸委屈地 躲在父亲怀里 警察白口莫辩 只能开车离开 路上刚喝一口水 眼前突然一阵眩晕 发生了车祸 回到家的大聪明 内心极度不安 他又吃下一块饼干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这时 学霸微笑着 坐在窗台上 向他伸出了手 随后 大聪明回到卧室 收到学霸的短信 我在楼顶等你 没想到 第二天就传出来 大聪明自杀身亡的消息 阿美的同班同学 因为饼干 一连死了两名同学 让阿美十分的不安 立马找到上家阿姨 想联系一下 他们的老大厨师 可阿姨却不给联系 还让阿美 小心姐姐 原来 一连出现的意外 让姐姐怀疑起了 阿美和饼干 她来到阿美的学校调查 不小心和一个女人相撞 女人的东西散落一地 姐姐赶忙帮忙去捡 看到地上的饼干 姐姐连忙捡了起来 心中的疑惑更大了 这一切 都被身后的女人 看在眼里 难道她是故意的吗 神奇饼干 又是谁做的呢 本面叫high cooking 本期问题 大家还想看后续吗 想看的call三个六 人多怎么就继续做 人总是被心中的欲望所控制 也会被欲望所反噬 有这样神奇的饼干 为了是不会吃的 脚踏实地 才能得到真正的成功 本品好看 推荐你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